现在的诊所都越来越豪华了 但是如何在精致的设计下 还包含专业的医疗工程规划 是我们这一集的重点 幸福空间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 因为这一次是我们节目第一次 教您如何辨识真正专业的医疗诊所 这间亚裔诊所原本的设计风格走的是古典路线 经过时间的推移 造型与功能上已不符合需求 这一次在设计师手中 改以现代精品风格来呈现 以大地色系为主调 搭配一些时尚精致的材质 营造出仿佛饭店般的质感 今天幸福空间就要来访问 桃园知名牙医诊所的谢院长 以及打造大中华地区 唯一通过JCI国际认证医美诊所的设计团队 韩总监 来跟我们分享这间牙医诊所的改造过程 首先我想要先问一下这个谢院长 为什么要把当初的这个诊所 想要重新的这个改造呢 因为我希望能够提供我们的患者 能够比较在一个舒适 安心 高科技的医疗环境下来就诊 然后也能够提供我们诊所的医疗品质 OK 可是听说你这一次 还是特别指定我们韩总监来替你打造 韩总监他们的设计团队呢 在我们医界非常知名 那他们在高级的住宅一些会手 也有很好的一些作品 那我们同行的医师呢 这一次强烈介绍他们给我 那我也是非常信任他们 OK 所以那个韩总监啊 我们这个谢院长对于他的这个 新的牙医诊所的规划 有什么新的要求 是 因为这次院长的要求 大概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来说是有关动线的规划 因为之前旧的诊疗区 还有我们的后诊区 它本身来说区隔并不明显 所以说很多病人和医生 还有我们的护理人员 经常在行动的时候会有所交错 再加上原本的医疗区 它本身来说算是半开放式 所以在院长在看诊的时候 经常容易被打扰 所以这次我们的规划 除了有一个专业的诊疗区域 再加上说我们让后诊 还有我们的医疗区 能够有所区隔 让动线会各加顺差 那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因为院长的艺术跟医德 其实在大院一代非常有名 所以他的病患非常多 所以说他这次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特别把我们很多的设备 都有所提升 对 例如说像比 阿欧逆沉斗更纯积的垂水肌 然后可以让牙膜制造出来 更精密的3D齿疗机 是 还有让感染度降到最低的一个血液肾 对 那院长希望说 这些设备能够符合 我们新的诊所 让他的医疗效果发挥到最大值 OK 那这是第二点 那还有第三点最后一点 那第三点就是整个提升 我们空间的品质 给我们患者一个更舒适的 一个等候空间 以及给我们一些需要美白 脂压 或者说做一些矫正的患者 一个比较私密 比较专属的一个空间 听起来真的是十分的专业 那赶快请韩总监带我去参观一下吧 好的 没问题 重新规划的格局中 廊道利用反射性材质 消弭冗长的感觉 同时隐藏多个出入口 让护理人员和病患的进出口分开 动线变得更为顺畅 入口处的接待柜台和等待区 能让病患舒适且放松地后枕 而较为凌乱的病例区 则运用隐藏式设计手法 躲藏在一旁的壁面造型当中 走到二楼还有间VIP后诊区 提供更顶级的看诊环境哦 听说在装修期间 我们的院长有出了一个难题 给我们的总监 因为我们的诊所一直都要在经营着 我希望韩总监在帮我们做施工的时候 不要影响到我们病患就诊的权益 希望他能够分层施工 让我们的诊所能够继续经营着 OK 所以韩总监当初这样子 是克服了这个难题 是的 我们首先在工程的顺序上要做一个特殊的安排 再加上说包含网路线 还有我们整疗液的一些管线 还有一些例如说X光器等设备 都要能够让它正常运作 而且在施工的时候 我们整个的灰尘砂石也不能感染到另一个楼层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有说跟厂商还有工班还有跟我们的院长做了一个研究 所以让整个的工程能够很顺畅的进行下去 OK 那真的是很不简单 经过一番改造之后VIP室内的手术室是大有玄机的 是的 因为我们的设计团队曾经打造过中港台3D唯一通过JCI国际认证标准的医美诊所 那因为这一次的院长对手术室的规格也非常在意 所以我们就是用同样的规格比照 打造了一些符合高医疗规格标准的手术室 在JCI的评件标准里感染工资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们的天花板是用流明天花的造型 取代传统的筒灯或者说建造 避免有落成的发生 OK 而且听说地板还有抗菌的认证 是 我们就是比照比较高规格的一个手术房的一个标准 我们是从欧洲进口特别的抗菌地板 而且中间做无缝处理 并且做上墙的一个设计 可以避免因为接缝产生脏污还有细菌 把我们的整个的感染控制往上提升一层 刚才我们参观了一下这个院长的诊所 想必院长应该是非常满意吧 而且听说已经约好下一次要合作了 我们这一次跟韩总监的合作 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满意 尤其是现在暑假期间 很多在国外求学的同学都回到我们台湾 来去度假 顺便回来看牙齿 那对我们的医疗环境也非常的满意 那我们也预约下一次的合作的机会 OK 所以期待你们下一次的合作咯 OK 那最后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韩总监除了像设计这样子的诊所之外 还有医美中心嘛 还有月子中心 大部分都是跟医疗有关的商工 还有就是高级住宅 那么我想要问一下说 就是说不管是这样子的住宅也好 或者是这样子的医疗空间 你设计的初衷是什么 设计住宅的初衷 我们认为是让生活过得更好 那诊所规划的一个初衷 我们也是要让它的医疗效果更加卓越 那这也是我们同队不断在经济研究的一个课题 那我们希望用这份专业 对我们台湾众多的医疗诊所体系 能够有一份贡献 那么今天谢谢韩总监 跟谢谢谢院长来带我们参观 这么完美的空间 想欣赏更多韩中宏设计师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